大家好,我是奥等 本期视频和大家讲一下Debian如何升级内核 以及安装内核同文件 上期关于TCP Proto的视频 很多朋友留言说不知道如何升级内核版本 以及在安装过程中会遇到无法安装headbar的问题 所以今天就简单的和大家讲一下 连接到VPS服务器 我这里有一台Debian 11的VPS 查看一下内核版本 当前版本是5.10.0-26 如果我们想要更新内核版本 一般情况可以先尝试通过更新软件包列表 看是否有新版本 通过apt update命令 更新软件包列表 再通过apt upgrade命令更新软件 如果软件包列表有更新的内核版本 upgrade命令是会更新到最新版本的内核 不过我这里是没有更新的 因为当前内核版本在软件包列表已经是最新了 那如果我们想要尝试安装更高的内核版本 我们可以添加其他软件员来安装其他的内核版本 打开package debian.org 软件包网站 点击稳定版软件包列表 Google One代表Debian 12的软件员 找到下面的内核 搜索Linux-image 找一个适合自己服务器架构的内核包 点击下面的架构链接 把这里面的软件员复制下来 回到终端 先备份系统软件员文件 再编辑一下 粘贴到最后面 保存退出 再通过apt update命令更新软件员文件表 更新完成之后再通过apt update命令更新软件 升级完成之后 查看一下boot的目录 你就会看到多了一个内核文件 再查看单前的内核版本 现在是没有变化的 还是旧的版本 现在需要重启服务器 重启完成之后再查看内核版本 现在已经是更新后的内核版本了 现在测试看能不能安装tcp 这里提示缺少了依赖 我们再回到软件包页 这里面 找到Linux Guard Heads 包 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安装这个包所需要的依赖 点进去这个依赖 选择架构 然后把里面的软件员拷备下来 再次编辑软件员文件 粘贴到最后面 保存退出 更新软件包列表 再重新安装tcp Brutal 现在就可以安装成功了 通过DKMS State命令查看一下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使用第三方的软件员也可以 打开谷歌 搜索清华大学镜像 找到Debian 点击这里面的图标 把里面的软件员复制下来 编辑软件员列表 更新软件包列表 更新软件包列表 升级系统软件 升级完成之后 查看干部的目录 就会多了一个最新版本的内核文件 当然我没有找到最新版本 就不会有这个文件了 重启系统 再查看内核版本 现在已经是最新版本了 再通过DKMS State命令查看一下 再次安装TCP Brutal 同样能够安装成功 再通过DKMS State命令查看 就可以看到现在两个内核版本 都已经安装上TCP Brutal了 OK Debian通过缘件员升级内核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速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